葉建民、陳建民、內地的護法、黃鎮民 三個民就沒有黃毓民了 三民主義,三民聯盟 打你這個民 打我們這個公民黨家社民 所以你看到形勢,已經是三個了 現在又多了一個,由經濟動力 林健鋒扯頭的工商界,關注政改的大聯盟 我們想想,一石激起千叢浪 至於占培中之流那種披復,堪太樹 也是一個小插曲 可見各方面,要圍剿五居公投運動 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證明是真實 不要自己影視影視 幾個月前,文匯大公日日,幾篇這樣罵都知道是真實 所以要告訴聽眾聽,網友聽 現在沒有退路的 現在這個面其處,樹立起來之後 你看整個香港社會對政改 討論是帶動出來的 這個你不可以否認的 我們成不成功,五居公投,五國可不可以回到去 簡單多數贏了議席 這是另一個問題 在現階段你看到的形勢 還有一些,還未算過現在的國安、公安 那些有關的人出手,包括今天在立法會發生的小集局 你都不排除有人在吹雞做事 我們全部都預算了 我現在在想,會不會必要時 我的老婆子女全部要送回去 走去台灣 任何運動,任何運動呢 我想看兩樣東西 當然那個結果是重要的 譬如我這次新民主運動 五區公投的結果 只是這個新民主運動的過程 其中一個過程 一站裡面,就是某一個的環節 但是那個過程是很重要的 譬如這個環節 我們五區公投有輸有贏 或者贏了或者輸了 這個是環節裡面有的結果 但是那個過程 譬如我們宣布新民主運動開始 到這個正式辭職 到這個投票 那個公投有結果 這個過程本身 整個社會那個互動 跟那個社會關注這個議題 而引起那個市民的公民意識 或者政治意識的提升 或者改變 很簡單 喂 Cutson 當然不止 五區公投之前已經很關注 某支持 但是基於五區公投的問題 他都是更加關注這個政治議題 所以令到很多其他的市民 也都是更加關注 所以從發展到今天來講 我們這個新民主運動 想著帶動這個市民的關注和討論 基本上已經看到實際成效了 你不要說他有這個開發結果 但是那個過程 你看那個過程本身 基本上都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就是用普通話說 東律池奶 即是你一路都正史狀態 大家死固固 現在有了這個運動的出現之後 全部都動了 你看我現在數 鄭耀堂那個政制向前走大聯盟 這是共產黨 一手主催的 一定有民建聯份 你看那份名單就知道 人大、政協和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齊殺 這是最大規模的 一個是經濟動力搞工商界 一八零八 一八零八 好漢 我今天叫了林健鋒 就是宋光 一八零一八 好漢 所謂的《民會報》說的 接著就是民主黨 民主派的大聯盟 連同學者 溫和民主派 其實我覺得現在民建聯 都是溫和民主派 他們兩個越走越近 溫和民主派 民建聯都是民主 都有民主兩個字 你看到整個形勢 很有趣 鄭耀堂成立了這個大聯盟 如果他不成立這個大聯盟 可能就沒有那麼多記者訪問他 而更加不會訪問他 1月1日那個遊行 所以很有趣 因為他成立了大聯盟 記者訪問他一月遊行 從他的震驚評論 我認識他這麼多年 永遠猜不到 他的水平原來這麼低 沒有 這兩天都掉了 不是 鄭耀堂是很資深 在左派陣營裡面 我想除了 我想他跟資深過 鄭六成 工聯會的主席 所以以他這麼資深的人 這兩天這樣的表現 真的被人質疑 究竟你左派高層領導的政治水平 人的政治能力去到哪裏 其實這件事這樣說 他可能覺得明天不夠人 他可能覺得 今天我看報紙 我真的震驚 因為不單要說震驚 那件事 他裡面有一句 蘋果的分題就是 如果人多的話 衝擊中聯辦 北京會出兵 出兵 這件事是極大錯誤 因為出不出兵 是不輪到 你就是要跟他講的 你算老幾 出不出兵 是要中央領導人 最高級的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去講的 你說出不出兵 是你講的 哇 還有呢 你那天在中聯辦的衝擊 算是什麽一回事 以前試過 還在後欄那裏 不是正門啊 大佬 都沒有衝進去 也沒有衝進去 上次你出來 他們就衝進去 所以我說北京唯一震驚的 就是看到長毛太舊 和毓民叫那些人冷靜 接著我們給那些人 那就是震驚了 也不是 昨天震驚堂說完之後 北京就震驚了 所以打電話 你看到 有時真的 皇帝不急急死太監 當然大家對共產黨 就是開動軍隊 殺害手毛串鐵的人民 和學生 在二十年前 我們都還是記憶猶新 但是二十年後 這個政權 是不是還可以 是一個殺人的政權 或者要鎮壓 這個和平示威的政權呢 而且還在香港 那我覺得呢 如果你問我 我看那些二十年的發展 真是 他不可以走回頭 尤其是他在香港 搞鎮壓 但是 偏偏就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監 另外一個太監叫劉乃強 他說不要說我不跟你說 到最後只有鎮壓一套 劉乃強 上個禮拜的編文 這個禮拜一 進步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說 因為這個其實 什麼這麼大件事啊 在中聯辦的後欄裡 有一千人在那裡叫口號 有一幫年輕人推倒 那些鐵欄 你千幾個警察在那裡 什麼這麼大件事啊 那叫做暴力啊 你真是發瘋了 這幫人 保守退 後退到這個地步 這些濕碎到極了 六七年 菠蘿炸死多少人啊 劉乃強這些是前會點 會點是創會主席來的 現在民主黨都是會點炸裝 所以你說真的 哇 那些會點的影響是多厲害 所以共產黨真是高瞻遠足 用二十年的時間 行政會議裡面又有會點 有前主席 用二十年三十年的時間去報見 是不是 大哥 現在就是 總之社民連真的是 這個是 社民連有沒有會點成員在那裡 我們社民連都在那裡搞事 那好像會點成員 一樣有 現在黨去到這樣 你看我們跟著這屆選舉 你就知道 選舉前所發生的事情 就很清楚了 對不對 唉大家都心知肚明 不過幸好我們硬正 對不對 不硬正 死了九年了 我告訴你 真的死了九年了 休息一會兒